随着弹射技术的加强,目前许多国家的航母商都装备了弹射装置,其优点可保证舰在机起飞的过程中达到起飞速度,减小滑跑距离。 也有许多国家装备的是华越式起飞,华越式起飞的好处有以下几点,出动频率快,起飞的危险系数小,基本不用雷护,那么如果利用两者的优势进行建造一种华越弹射甲板,是否能够对舰载机起飞有着更好的帮助呢? 其实在冷战期间,苏联的吴里扬诺夫斯克号就装备了华越弹射甲板,在其华越式甲板上装备了一个蒸汽弹射装置,它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在争霸过程中不落后于美国,但是其自身的弹射技术还不够。 为了有份双保险,旧的华越式甲板上装备了弹射装置,苏联方面只仅仅是设计了,但是最终还是没能得到使用,依旧是弹射归弹射,华越归华越,没有做到弹射和华越并用。 华越弹射甲板虽然听着很好,但是如果要真正装备这种甲板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许多的问题。 首先是对起落架的要求,飞机在起飞的时候不仅要承受弹射产生的过载,还要承受华越版的冲击,这对起落的危害是非常大的,掌控不好会导致起落架在起飞的过程中断裂。 那么飞机如果要着落只能采用过降,其次试对飞行员也是一种考验,飞行员必须要会两种弹射方式,大大增加了训练负担,再加上电磁弹射, 需要将舰载机拖到电磁弹射器的位置,再进行弹射起飞,那华越是甲板出勤率快的优点就打打折扣。 美国也曾设计过华越甲板,但是以失败告终,结合美国失败的经验,可以少走一些弯路。